主席,嚴肅一點,因為這個是財政預算案的辯論 主席,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但眨眼,我在議事堂上已經是第十一年辯論財政預算案 主席,在星期初助理給我看了一些講稿,給我參考 我看完之後,我也是慨嘆,怎麼來來去都是說過一些事情 主席,來來去都說過一些事情,不是說議員沉棄,或者議員沒有話說 但我發覺來來去,十一年來,最低限度從我的角度看 十一年前所說的弊病,很可惜今天仍然存在 剛才第一位議員發言,閒姐起身說 差不多第一句,她就說財爺所提及的飲食車 主席,我真的覺得有些,怎麼說呢,很無奈 原來我們的財政預算案,的焦點,就是飲食車 主席,這樣也不夠無奈,更加無奈的就是,閒姐確實有請到財爺去天橋底 我不知為何在天橋底,總之在天橋底很多事情做 天橋底就說這個飲食車,財爺竟然說 其實,我都沒有詳細研究過在香港行不行的 都還要在交通、衛生等方面看 主席,司長在議會上提出一連一度的財政預算案 說的話,最能夠讓香港人有焦點討論的 竟然就是一個都未想清楚的飲食車 主席,我不希望我用嘩眾取寵來形容司長 我可能對他不是很公平 但確實,這份財政預算案,是不是看來看去 最值得我們討論的就是飲食車呢? 賣魚蛋呢? 有時候,主席,我不是太清楚 究竟財政司的職責是做什麼的 主席,不是說我想做財政司 但我想了解財政司的職能是什麼 過往呢,追溯殖民地時代 主席,我又不是說港獨 不過即是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財政司秉承英國的政制 其實除了港獨之外 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官員 他提出的政策 其實,不可以這樣說 可以左右施政 最低限度是非常之重要的指標 對於港獨的施政 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到回歸之後 我們似乎都有嘗試去跟從這個慣例 但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師不如一師 來到梁振英先生 他就說 財政司司長 見你們議員都無謂了 坐在旁邊就可以了 主席,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財政司司長這個位置都不需要 特首就可以一次過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就啟發到一個問題了 主席,我想問 究竟財政司的職能 是為了配合特首的所有的施政理念 還是他自己是有空間去提出一些 為社會作出長遠規劃 或者是輸難解困的職能呢 是不是特首說不做這件事 他就無需要想 說特首要做的去到多少 他就做多少 就不需要看香港長遠的問題 主席,究竟財政司司長的職能去到哪裏呢 其實我講了11年 不只是我講 當然是主席 很多其他同事都講了11年 究竟司長是一個朱仔錢硬 就是用來收稅的 收稅之後 我們把錢放在這裏 還是收錢回來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主席,等一下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那些錢去到哪裏 但是對我來說 大部分的錢呢 只有兩個去向而已 一,就是入庫房 二,就是派了去 對於長遠規劃 對於香港將來的長遠發展 在十一年內 我都看不到有什麼高見 難怪來到這一刻 特首認為其實財政司司長在不在 或者有沒有這個職位都沒有所謂的 如果是真的這樣的時候 可能真的不需要這個職位 都為我們納稅人最少一年可以省回幾百萬 主席 另外一個想說 也是一個大原則的問題 每一年 很有趣的 財政司司長來我們立法會都會說 結構性赤字 每一年都說的 主席,十幾年都是這樣的 今年他又是開宗名義 我們的司長就說 十年之後 就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但事實 就是我們每年的盈餘 是多度數不少 現在我跟大家計算數 但如果每一屆司長 我不是只說曾司長 我都說唐司長 每一屆 都在說結構性赤字 而每一屆 我們都是水浸庫房的話 其實可不可以說 我們有一個結構性的盈餘呢 結構性盈餘的意思是 我們這個制度 永遠都會有盈餘的 事實也證明 似乎又是 主席 我可以和你計算數 單單從曾司長計起來 不要說唐司長 我們把數據計算 過去八年 總共的盈餘 是四千二百五十一億 除八 就算我數學這麼差 都計算是平均每年五百二十億 盈餘 曾司長很厲害 因為唐司長的年代 我都和他計算過這條數 我記得 九年前或八年前 我都說過同一番說話 主席不是我懶 不寫過新的稿 只不過事實是這樣 唐司長每年的平均盈餘 是三百五十億 現在曾司長是更上一層樓 可能他的目標是要double 即是要將唐司長的結構性盈餘 翻一翻他 每年要去到七百億 可能這個就是司長的目標 最好笑的就是 平均每年五百二十億 司長還在他的財政預算案上 就留了一條尾巴 他說我們是需要考慮銷售稅 主席銷售稅很敏感的課題 剛才阿閒姐已經大力反對 主席我自己對銷售稅 是持了一個開放態度 唐英明年代我都說 如果你可以處理到 基層市民的問題 作出適當的全面豁免 又或者是把錢放進去 舒緩最需要 舒蘭解困的一群 銷售稅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結構性盈餘 回歸十幾年以來 每年都有平均三百至五百億的盈餘 然後你去跟香港人說 我要有銷售稅在裏上說 真是對不起 沒有什麼人可以 你以為現在賣魚蛋嗎 不是吧 主席 我們又看看那些數字 不是我作出來的 主席 在我們現在的結構性盈餘的情況之下 直到今年為止 這四千七百多億 其實佔了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七點七 一路折折上升到 2015年或2016年 預測是去到八千五百六十三億的儲備 佔了本地生產總值是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這個這樣的比率 我相信是 前所未有 我覺得其他國家真是望塵莫及 想也不要想 但是如果相反 我們再跟施總計計數 經常性的開支 至到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在過去五年 只是微升零點二百分之零點二 那就是說什麼呢主席 就是說 我們 不是入不敷出 是入多於出 這個 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基本法的條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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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整天都口頭邊都掛著 我們要 絕對符合基本法 不可以偏離基本法 基本法 我都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要 量入為出 避免赤字 我們完全成功的主席 超了標 因為不但我覺得 不可以說是有結構性赤字 我們是有結構性應餘 所以 曾師長 應該可忌一功 主席 我們的時間 就不是太多 所以我不想太多說 基本原則的問題 有些實在 所謂落地的課題 其實 我也要說 每年都要說 希望主席你原諒我 又再說 這個最令到香港人 或者最令到基層人士 感到 不知道哭好還是笑好 就是 所謂要增加縮毀的問題 主席今年的財政運輸案 都有說的 不過 似乎政府對現在的情況 是完全脫節的 為什麼呢 因為直至到 2015年的1月底 輪候長者護理縮毀的人數 是有31,600多人 將那些所謂活躍的個案加起來 輪候人數是多達38,800多人 如果按輪候時間 以現在的數目來看 是要等20個月 互養縮毀要等到32個月 這些數字跟往年比較 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我講的輪候時間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改進的 所以我講十一年來 我們講同一樣東西 為什麼稍年都要講呢 因為完全都是沒有改進 那是不是這些數字是不重要呢 主席 視乎你怎麼看 可能有些人認為不重要 長者就死了就死了 沒有關係影響不到香港經濟 是不是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包括我自己的主席 這個是一些非常令人感觸的數字 因為在去年這樣說 仍然是有5568位長者 在排隊的時候是過世 就是說等死就真的等到死 這個數字是佔了輪候長者縮毀的17.5%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財政政策 可能最令人遺憾的犧牲者 這一批就是最遺憾的犧牲者 是不是不重要呢 是不是依依五千多人的性命不重要呢 所以我們根本十幾年來 我們是不需要將這個輪候時間 即是盡量大幅度 這樣減低呢 主席 殘疾人士的縮毀 面對的情況 是同樣這麼悲良的 在13至14年度 嚴重肢體殘疾人士輪候數位的時間 平均竟然是高達12年 主席,12年更長 我現在在議會的時間 中度和嚴重弱智人士輪候 是9至10年 即是說你要等十年至十幾年 才有機會可以得到社會的照顧 而我們的結構性盈餘 就是每年是五百多億 主席 拿個單位數字出來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了 單位數字都不可以 主席單位數字 即是百分比 單位數字都可以解決到這些人 可以照顧到這些人 為什麼都不做呢 主席 其實我也想說說 扶貧 社會流動力的問題 但是時間所限 我只可以說 就算在社會流動力裡 我們面對的問題 都是同樣的 因為我們中六學生 入大學的比例 是百分之二十 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痛心的 多謝主席